小哥费玉清 纵横娱乐圈47年 直到2019年隐退前 一直活跃在歌唱界 主持界 从未间断 他被誉为演艺圈公务员 平均每年开50场演唱会 多年来俨然变成了上班模式 出唱片 跑通告也如家常便饭 1973年 小哥参加台湾省中市举办的歌唱比赛 获得第四名 从而在娱乐圈出道 1984年以一首《梦驼龄》 获得台湾金钟奖最佳男歌星奖 1992年凭借歌曲《相思》 比梦掌获台湾金鼎奖最佳男演唱人奖 1996年凭借晚安曲专辑 获台湾省第七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夏洛特烦恼的主题曲《伊剑梅》 与周董合作的千里之外都有极高的传唱度 为了让咱小年轻有好歌听 小哥会去排行榜了解当下流行的作品 在演唱会上 除了自己的老歌 还会翻唱歌王歌后 内地港台各种歌曲 争取面面俱到 照顾那些陪长辈去的观众 而在主持界 小哥也是妥妥的扛把子 1993年 他与哥哥张飞合作主持的台湾综艺节目《龙兄虎弟》 两次获得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也正式开启了他的事业 第二春一本正经的说段子 以及超越原作的模仿 小哥的著名段子包括嘿嘿嘿 火车上那集的先生 老伯带俄去看女儿等等 从此 小哥文能衣剪眉 乌能嘿嘿嘿 视为全才也 甚至 因为模仿爱情恰恰过于鬼马 台湾人民百看不厌 小哥被原唱陈晓云索要屁股睡 从此 小哥被粉丝亲切地称为乌妖王 开车祖师爷 万恶之王 可是 一个人往往有多不正经 就有多深情 小哥费欲轻用半辈子证明 为爱真的可以不娶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小哥受邀参加日本的一个商演活动 他遇上了日本知名演员安景千惠 一个温文尔雅 一个娇小可爱 一见钟情便再难相忘 在恋爱期间 小哥多次往返日本 还曾带他出席金钟奖典礼 他星光熠熠备备受瞩目 他一席正装端坐他的身旁 在日本时 小哥曾在安景千惠的家中居住过一段时间 到了晚上 他会用中文温柔地说 麻烦你到后面去洗澡 水已经放好了 事实上 日本有种习俗 全家人和客人一起洗澡以表示热情礼貌 可为了照顾小哥 就让他单独泡澡 知道小哥喜欢吃水果 他便在每天饭后与他一起散步到庭院里 手牵着手摘下自家的柿子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转眼到了别离的这天 他想要一路送他去东京 他体贴地拒绝 火车破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车站 嘟嘟嘟的气笛声已经响了起来 他却听到窗外有人在急促地喊着等一下 等一下 只见他提着两个包裹 他接过来说了声再见 待到车已开 心已尽 一层一层地打开 原来是满满的两代柿子 黄澄澄 金灿灿 知道他喜欢 他便把家里两棵树上的果子都摘了下来 包成了这满满的思念 在1980年10月 这两个静在秘里的人终于订了婚 然而世上没有太多完美 安景千惠的家庭要求小哥入坠 并且放弃自己的事业 小哥最终没有同意 痛苦地解除了婚约 时代的制约 观念的差异 让这段感情最终不了了之 就像那列出站的火车缓缓行驶远去 后来 安景千惠嫁作人妇 他仍是他的歌迷 会带着自己的儿女去参加小哥的演唱会 会在他生日时晒出当年合照 送上祝福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沉默年代 或许不该 太遥远的相爱 生死难猜 用一生去等待 或许 在小哥的情歌里都是他未说出口的深情吧 就像他在节目上说过的 虽然这段感情最后不了了之 却是刻铺骨明星 也曾有媒体采访过小哥为什么不结婚 他说不是随便牵手就能点燃一场爱情 不是随便一个女子便能将就半生 小哥家有三姐弟 事实上 费玉清是小哥的一名 他本名叫张燕亭 姐姐原名张燕琼 一名费真灵 哥哥原名张燕明 极为前文提到的张飞 姐姐费真灵 16岁进入演艺圈 担任电影临时演员 后专攻歌唱 26岁时 姐姐向中世推荐张飞与费玉清 三姐弟至此都成为中世都旗下艺人 姐姐以性感造型出道 在台湾乃至亚洲红极一时 曾在赴日本发展演艺事业三年 推出多张日语专辑 也主持过歌艺节目 在东南亚与欧美国家举办 过巡回演唱会 31岁时 他退出演艺圈 曾下海经商 后改信佛教剃度出家 并获赐法号横数 哥哥张飞 唱过歌 演过电影 后专职电视节目主持 龙兄虎弟 综艺大哥大等综艺节目大受欢迎 他曾两次获得台湾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姐弟三人在演艺圈的成绩各有千秋 共同点则都是段子手体质 性格斗笔开朗 姐姐在出家后 经常获邀参加综艺节目 回应外界对尼姑这个职业的好奇 因为出道时走性感路线 他经常被调侃和质疑 如修佛能不能唱歌娱乐 为何有多名男性随从 高价加沙和佩戴首饰都是从哪里来的等等 他经常被调侃